其實我們在那個華人世界古語裡面有講說這個 先講這個修身然後才齊家嘛 然後治國平殿下 那我覺得不管今天是對企業也好 或是對家庭也好 我覺得首要第一件事情是修身 這個修身是說少一點自己 多去思考一下身邊的人的需求 那不管今天你身為一個領導人 或者是你身為一個丈夫 或者身為一個父母 我覺得要讓一個團隊有凝聚力 你一定要先想的是想到別人需要些什麼 你在溝通的時候多想想對方的需求對方的角度 那這個溝通才會更順暢 那我認為說只要我們在講說 要這個城市一定要這個天時地利人和 那一群人坐在一起一群人聚在一起 不管是夫妻兩個在一起 他就是已經是一個天時跟地利 你們會碰到了 那唯一的差別就在於說 你有沒有辦法透過多聆聽對方 多為對方著想一點 我不敢說人不是自私的人 但是我們能說的是這個 我最近在講說的 不求無己 只求能夠撕他 那我認為這才是領導人 不管在家庭的角色 或在公司的角色都應該要呈現出來的 我認為是多去為他人著想 那另外一點 我在補充的部分 這個修身另外一點 我認為是一直不斷的學習 學習自己哪裡地方需要更改進 哪裡地方可以更好 哪裡地方可以更柔軟也好 又或者是能夠更幫助身邊的人也好 等等的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 不管在家庭或在公司裡面 一個領導者該有的一個作為 觀看